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税收局追税追到死人身上 税收局今天透露 过去15年有18,798名纳税者逝世之后 累积1亿6950万令吉还没有缴付的个人所得税 而拖欠数额从最少的25令吉至最高的260万令吉不等 因此税收局首席执行员沙斌 促请这些人的遗产继承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 解决和缴付死者所拖欠的税务 不过该局也澄清 死者所拖欠的税务是从遗产中扣除 而不是遗产继承人以个人资产来支付 全国大选缴付似乎越来越近 而最近网络上更是疯传这个视频 根据视频 选举官宣布大选投票日将落在10月13号 不过经过新周日报向宣文会求证 证实以上视频只是官员内部培训的彩排片段 11月13号不是大选投票日 对于在社交媒体上恶欲散播这个消息的人士 军委会也考虑报警调查 换个焦点 副首相阿姆扎西日前公开 敦马哈迪的身份证资料 同时说明敦马是印度人的事件 结果引起在野党议员谴责阿姆扎西 指控扎西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要求警方调查 不过内政部副部长诺加兹兰今天就说了 只有身份证被滥用去进行非法活动才属于犯法 他说副首相公开的资料可以从敦马就读的大学获得 因为敦马曾经用这个印译名字注册 所以副首相的这些资料本来就是公开的 不构成任何问题 另外也要跟你预告一下 今晚十点的百格大家讲 我们也将邀请嘉宾和你探讨这个敦马血统论的课题 距离吉隆坡东运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让东运会更关注环保 青蹄部长凯里今天正式推荐一排一树计划 这项计划除了为了平衡东运会举办时所产生的碳排放 同时也为了提高人们对森林恢复 以及保护多样生物的认识 凯里表示 所有在东运会和残战东运会获得奖牌的选手 也会在颁奖台上获得种子样本 为未来森林出一份力 他也希望大马选手争取好成绩 最后来看娱乐新闻 舒奇和冯德伦闪婚不到一年 不过近期外界却频频传出他们婚变的消息 冯德伦日前就上了小S的节目 宣传新电影《侠盗联盟》 只见他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当被小S犀利问话时还处处护着老婆 所以看到冯德伦大方的表现对舒奇的爱 相信大家对他们的关系有比较放心了吧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就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请用这些菜单iti生地 看我们知道你这样做什么 最后一次完成 顺便做一个好处的 做一个好处的 制作人 做一个好处